《英雄說書》 哈囉 英雄說書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說書人阿瑞 替大家帶來精彩的英雄故事 喜歡三國演藝的朋友 對於董卓這一號人物 大概都不陌生 小說裡的董卓是扮演一個 可愛又迷人的前期反派 中後期他的位子 就被曹操司馬懿給取代了 歷史上的董卓 確實有做過一些被討厭 大權獨懶 鏟出異己 火燒洛陽等行為 但是 人家阿 我們要知道 這世界上很難很難找到 所謂 董卓他能夠搖身變作 東漢末年 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霸主 除了上天給他的運氣之外 他自己一定也掌握了 某些理念方向 才有辦法走在飛黃騰達的道路上 今天我們就來聽聽這位 亂世大魔王董卓 到底是如何一飛衝天的故事吧 故事開始前 趙冠麗要感謝贊助本支影片播出的 手機遊戲 新三國 漢世復興 這是一款以正統三國為背景的 即時對戰 SLG殺河手遊 遊戲戰場大地圖 包含了山川賢祖歷史名城 你可以和超過一萬名玩家 在這裡用外交鬥志 捉對廝殺 而董卓入京呢 正是遊戲伺服器開啟後的第二支劇本 想要了解更多遊戲機制 歡迎參考我們影片後半段的說明囉 讓我們言歸正傳 東漢末年 龍溪靈瑤這個地方 有一位董君雅先生 這名字一聽就知道了 文雅有氣質 他生了三個兒子 按照以前我們國文課本學過的 長幼有序法則 夢仲孰季來取名 大兒子呢 自夢高 可惜啊很早就過世了 二兒子呢 自仲隱 小兒子就叫做孰隱 沒錯 這個董仲隱 董老二呢 就是大家熟悉的董卓 開頭啊 給大家做這個背景介紹 是想說 我們從小看電玩遊戲裡面 董卓的形象 都是個打鬍子 西梁豪杰 很容易就留下 粗筆無文的刻板印象 翻翻史書發現喔 欸 人家老爸 好歹也是個當官的喔 能夠給孩子的教育資源呢 已經比一般平民來得多了 話又說回來 我們董卓呢 確實有他好爽的一面 不是光念書喔 也很認真地參與戶外活動 年輕的董卓呢 為人仗義有暇氣 曾經呢到槍族部落Longstay 還和他們的部落頭目喔 結交 殺了自己耕田用的牛款貸賓客 古代廝殺跟牛是犯法的啊 槍族人看了好感動喔 西大有九代啦 吃人一口 白人一道啊 於是他們回部落後呢 就準備了一千多頭牲口當作鬼里 我覺得這些槍族朋友很可愛 對他們來說呢 牛羊是部落裡面很寶貴的資產 但你們真當董卓是個種田的嗎 董卓Longstay過後沒多久 就被梁州刺史任命為從事 負責去討伐作亂的原住民部落 有人說 欸 剛才還害人家喝酒吃肉 怎麼現在又帶兵打人家 傻孩子 梁州一帶部落很多的啊 當然是不認識的優先打 怎麼會打好朋友呢 我認為呢 董卓從年輕的時候 應該就蠻有公關手腕的 打外族練兵的過程中啊 也讓董卓留下了擅長軍事 攻馬賢手 傳說中啊 還能夠左右開攻的無有評價 隨著董卓的知名度水漲船高啊 到了東漢皇帝末年呢 他加入了一個特別的組織 羽林軍 這支部隊最早可以追溯到漢武帝時期 屬於皇帝的禁衛軍之一 而其中軍官幹部的來源呢 則是以當時西北六郡的梁家子弟為主 董卓就這麼剛好通過篩選 轉職成一位年輕有為的羽林郎 在公元的166年左右呢 西北一帶的東腔 仙林腔幾個部落發動叛亂 董卓接到任務通知啊 點騎兵馬 就跟隨有梁州三民之稱的 名將張煥前往討伐 這趟作戰呢 十分順利 董卓靠著戰功升上郎中 獲得朝廷封賞 不過呢 他秉持著出外靠朋友 打仗靠弟兄的精神 將朝廷的賞賜呢 通通分給了部下 這回啊 部隊都知道喔 跟著董大哥混啊 有前途 然而呢 董卓接下來的官運 卻開始有些波折 先是在西域教位任內呢 被免官 後來又因為 討伐黃金賊施令被罷免 很不信中的大姓氏啊 最後呢 朝廷都有重新啟用他 帶兵殺敵 顯然呢 他的軍事才能 是獲得重視的 至於明明有才能 為何還會屢屢被免官呢 比較常見的說法喔 有兩種 一種呢 他是梁州集團 五官起家 被其他士代夫階級 看不起 另一種則是呢 董卓早年庚的派系啊 例如名將張煥 都是屬於和宦官敵對的陣營 在東漢末年得罪的宦官還想跑 能活著回家喔 都算是命大了 整體來說 董卓從少年到中年的官場生涯 不能說是飛黃騰達 但至少也是高潮迭起 他有很多和槍族精彩對決的紀錄 譬如有一回 他在望遠峽北 被數萬名槍壺部隊圍困 糧食快要吃完了必須閃人 但又擔心被敵人追逐 我們董哥眉頭一皺 寄上心來 他觀察地形發現 撤退路線會經過一條河 就下令把河水上游堵起來 再派士兵假裝是捕魚的老百姓掩人耳目 主力部隊就趁機偷偷過河 等到大軍通過後 啪啪推倒上游的堤防 水位暴漲剛好擋住追兵 哈哈哈哈 了不起啊 原來是一隻有很多 這次撤退呢 讓董卓保全了軍隊戰力 也當上賓州幕領前將軍 雖然歷史上董卓升年不詳 但他從公元166年左右 成為雨林郎 到此刻 公元187年至少也有40歲了 過去的熱血澎湃不再 多了些老练元华 他选择在地方深蹲成浅 避开朝廷里的派系斗争 如果说就这样蹲点 蹲到安养天年倒也不错 不过董卓却蹲到了一只大白鲨 不对 是蹲到了一封 从洛阳大将军和靖写来的信 就说这个和靖 他的大将军是靠关西当上去的 他妹妹是汉林帝的老婆 生了个儿子就是汉少帝 正所谓母以子贵 和氏中期就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形成庞大的外戚集团 然而朝廷里还有另外一股势力 也不敢被压下去 就是前面讲到的宦官 和靖寄给董卓的那封信 主要就是希望他带兵进京 帮忙铲除宦官的势力 详细的过程欢迎参考一下 我们在三国演艺重开机系列的第四集影片 这里容我做一个快转 说说历史上董卓入洛阳 和小说故事不一样的地方 主要有两点 第一是他进京的方向 过去我们都说董卓是西凉军团 所以理所当然认为应该是从西边进洛阳 不过前面提到董卓四十几岁过后 应该已经当了宾州墓 名义上在宾州也有驻军 不过宾州人对梁州来的董卓馆 服不服气呢 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宾州到洛阳就很有可能是从北边进入 因此在三国字里有写到 董卓撞见小皇帝是在洛阳北面的小平津 顺手就把皇帝护送回家 再来就要讲到董卓入津 和小说里面的第二个不一样 那就是董卓进驻洛阳的过程 是有施展一点小心机的 你想想看 护送皇帝回家 这是救驾有功 要面对其他人的眼红 想要挡他的财路 譬如有一位前任的宾州刺史丁元 这个时候就负责皇城北面的守备工作 董卓要怎么避免被阻挡呢 他做了两件事 先是笼络丁元的手下大将吕布 被刺干掉丁元 我个人怀疑董卓和吕布搞不好原本就已经认识了 再来董卓又要求已经进到洛阳的士兵 趁着夜晚离开城池 天亮后又整队进入 反复了四五天 让京城的人们认为董卓大军源源不绝的开道 有没有发现 这一套手法呢跟前面讲到的海拆鸡鸡鸡的计谋相当神似啊 然而呢史书上的记载各位都很熟悉了 如果说刚才的做法称为巧取 董卓接下来要做的呢就是豪夺 譬如废除少帝 杀和太后 佩剑上朝 滥杀朝中大臣 放纵士兵抢夺百姓财产 火烧洛阳迁都长安等等 都是会让人听了皱眉头的行为啊 但是呢 听到这里啊 你应该会越想越不对劲 我不是要说董卓他是被栽赃的 而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距离他进入洛阳根本没有多久光阴啊 董卓怎么这么快就从一个有计谋 会收买人心的豪杰 突然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大魔王呢 这个情绪转折太突兀了啦 因此呢 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以下就来说说我个人的猜想 大家也陪我发挥一下想象力吧 我自己推测啊 其实董卓用军事力量压倒众人之后呢 他是有想要以全城的身份 重建汉朝秩序的 他虽然酬拥了自己的家人 西凉军团的亲信 但同时也赦免了当年 因为党固之祸的受害者 帮他们恢复官决 最有名的那一位呢 大概就是湘民乐父 蔡文基的老爸蔡庸 蔡先生文学史学音乐的造诣 都非常高 董卓呢 这个做法当然是一种正式操作 希望借此来取得世人的支持 但很可惜哦 别人不买单 另外呢大家熟悉的情节 像是十八路诸侯头董大联盟 在史书上通常会称呼他们是 关东联军 后汉书认为呢 这一批反抗军是以韩父为首的 关东诸侯组成的 有趣的是什么呢 这些关东诸侯的成员啊 像什么袁绍啊 刘黛等等好多人 都是董卓掌权的时候 把他们派出去的 董卓大概没有想到哦 原来东汉末年的地方军阀歌剧 他自己啊也推了一把 早知道啊就把亲信派去地方当关算了 董卓一度天真的相信啊 如果掌握了朝廷 就有办法掌控地方秩序 可惜呢从结果来看 这一条规矩在当时已经渐渐的行不通了 终于啊又来到了结论时间 我做这支影片呢 并非要帮董卓来翻案哦 而是希望呢 大家在认识董卓这个人的同时 也可以顺便注意到 他在史料记载上 一些有断裂的地方 举例来说 董卓早年任侠好逸的个性 对比到他晚年放纵士兵军纪败坏 你要说他是被权力腐化 变了一个人吗 从另一个角度想哦 搞不好他只是高估了自己对这个国家制度的驾驭能力 在很多西梁士兵的眼里 董卓没有变 依旧是那个不拘小杰 无视法律 会和他们一起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的董大哥 想体会当年董卓只手遮天 以艺人之力引爆乱世 面对群雄集结的大场面吗 现在就加入新三国汉世复兴的行列中吧 包含董卓 曹操 刘备 袁绍等数百位名将 通通都能让你纳入会下 体会手中握有千军万马 终横沙场 称霸天下的快感 玩家可以依照美人专属的特性兵种以及技能内容 自由安排最适合他们的任务 游戏中不容错过的就是身力其境的剧本赛季 你可以随着历史的轨迹在赛季中体验到 攻打黄金贼击杀张角 占领洛阳城等经典史诗故事 等不及还要迎接下一个即将到来的剧本篇章 无论你是想成为一方诸侯还是自立为王 都能在这款游戏中实现雄心壮志 匡扶汉世天下归星 强力推荐最正统的三国SLG续作 新三国汉世复兴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英雄说书需要你的支持 让好故事被更多人听到 动动手指订阅我们频道 打开小铃铛选择接收全部消息 这对创作者的帮助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还想要给我们更多鼓励 也可以扫描加入会员QR Code 用每个月一杯咖啡的钱 赞助我们的内容创作 这里是英雄说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